有些日子没先进大夫了 不知最近在忙于何事 颖都之会列国即将到来 朝堂上下各个忙得目不交结 威后更是不会让微臣有片刻的闲暇 颖都之会与威后有什么关系 列国争相与我大处结亲联盟 姝公主是威后的掌上明珠 已到了出嫁的年纪 威后自然让微臣特别的留意 这提亲者中可有威后众议的人选 姝公主慧至兰心冰雪聪明 在诸国公主中声名显赫 慕名而来者如过江之计 但在威后眼中 恐怕只有赵国国君赵侯庸一人 不过呢 秦王对姝公主也是情有所忠 想与我大处联姻结成秦处之好 秦王还特意让微臣给南后带来了一份厚礼 还请南后孝孽 秦国那穷乡僻壤之地 能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呀 也不是什么稀奇之物 不过大而已 请南后关上门 拉上帘子 这究竟是何物竟如此稀奇 这就是在西域鸣声大造的夜明珠 大王到 大王 你可算是来了 怎么 爱妃才一日不见寡人 就急不可耐了 大王一日不来 这殿中少了王者的气息 臣妾是坐立不安的 寡人身上的气息 真有那么好 臣妾只要闻到大王身上的味道 便难以把持 起义女子 大王莫及 臣妾给你看一样稀奇的东西 难道在这世上 还有比爱妃你更稀奇的东西 真坏 大王请 这是 这是秦国献上的西域珍宝 叶明珠 好东西 果然是个好东西 秦王对大王如此恭敬 大王 是否也应该给他一点面子 此事麻烦得很 那个秦王 现在想要与我楚国联姻 每日缠着求见 弄得寡人心里很是烦恼 这还不简单吗 楚国公主多的是 随便指派一个给她便是了 眼下我楚国 正要与其他五国结盟 来对付秦国 这个时候 我怎能与秦王联姻呢 更何况这个秦王 指定要娶的 还是我楚国的嫡公主 这可就难了 嫡公主只有一个 既然五国要和楚国联盟 嫡公主看来只能嫁给他们了 不过秦国也是大国 怎能随意开罪呢 是啊 现在最好就是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那个秦王知难而退 臣妾倒是有一个办法 不知可否 什么办法 果然是个好办法 你不愧是寡人的锦绣纸囊 谢大王 寡人要好好地赏赐于你 那大王要怎么赏赐我呀 你说寡人要怎么赏赐于你呀 我不知道 姐姐先来 这两日宫里可热闹了 据说各国君王 开始派使臣带着重礼 来面见大王 人来人往的可忙坏宫里人了 他们进宫说的是面见大王 可心里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 姐姐 你怎么不说话啊 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啊 姐姐说呢 我不明白 姐姐是装不明白 他们可都是来向 楚国嫡公主求亲的 姐姐还不借机 到前面大殿去探探究竟 说不定与哪位君王 就真有缘分呢 你一味回说 越说越出阁了 明明是为姐姐好 嫁人不比选衣衫 可由着性子更坏 若是不投气 这辈子岂不都委屈了 也是 耳听为虚 眼见为识 人人都说秦人虎狼之人 可上次你我在东市 见到的那个秦国生意人 却谦谦君子 应无得很 姐姐 对那老伯真有意了 你老是叫人老伯 可姝儿明明看他没那么老 再说 人家救了我们的性命 应该也是一个 有人有意的男人 萍水相逢 这种有人有意 也算难得 嗯 我们下期再见